恭喜發財,禮酒 哇,禮盒很漂亮 食貨,這是康諾財神爺禮盒 這是禮藥龍門禮盒 它們不單是包裝漂亮,裡面的東西還很厲害 裡面有什麼? 這一盒是禮藥龍門禮盒 裡面有日本紅燒鮑魚,肉質蛋拿 紅棗久忌私人獎燕窩,美味清甜 這一盒是康諾財神爺禮盒 裡面有紅燒鮑魚和紅棗久忌私人獎燕窩 還有滋補養生的炮芯松草雞精 還有女士養顏一脈,天山雪蓮奇亞子燕窩 喂,假裝是送禮佳品 你預約我要一百盒 預約一千盒 恭喜… 晴晴師傅,恭喜發財,生日快樂 晴晴師傅,來到苦年了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新一年香港和馬來西亞的地運是怎樣 是怎樣呢? 首先,苦年是剛剛過去 其實苦是比較兇猛 但是兔子是比較溫馴和靈藥 所以今年其實我們大家都活得平安一點 說到地運來說 其實要到2024年才轉九運 但是今年的兔年就厲害了 因為南邊有八百星道 仍然是八運當旺,財丁雙旺的位置 所以凡親南邊更熱的地區 都是當旺的 香港和馬來西亞當然是比較溫暖的地方 所以行運就會比較理想 加上其實周邊也有水 今年北緯屬水 今年北緯也是吉星照耀 所以今年大家應該是丁材兩旺 今早是新一年,有新景象 恭喜恭喜 晨晨師傅 熟兔的朋友,兔年怎樣呢? 熟兔今年其實是本命年 屬於范太歲 立春之後就可以考慮涉太歲 但又不用擔心 因為兔和兔本質是溫和的 所以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有文昌星 文昌就代表著考試 甚至乎是建功 一些文件的批核就特別順利 有這個象星 代表一夫當關萬夫目的 所以文武相隨 熟兔的人今年是不錯的 不過始終是太歲星 太歲就容易人際關係不好 或者過分自我主張太多 所以今年都真的要考慮一下 自己處理事物的方向 如果有劍峰和復仙星 要小心用利器 甚至斬瓜切材 就要留心 容易有損傷 有天哭星 仇善感比較重 最好參加多些喜慶事 令自己情緒高漲 今年就好了 熟兔的朋友就要記住 想知財運和事業運 記得留意下一集 《健力險之日》 肚年開運秘級